古折大多数是因为外界的暴力导致,比如摔倒,车祸等。 但是你听说过走路走着走着就古折了吗? 这骨头那该有多脆了。 今年八十九岁的李希姐来自邵阳,上个月在家门口散布时,突然出现左侧宽布疼痛。 家人将其送到当地医院检查,发现左侧骨骨颈骨折。 当地医院说,李希姐年纪太大,加上基础疾病毒,不敢对其进行手术治疗。 经过十多天的保守治疗,李希姐左侧宽布仍然疼痛明显。 后来经朋友介绍,家人联系上朱舟市中心医院关节外科主任朱宝玉博士。 朱主任通过了解李希姐的具体情况后,建议提到朱舟来进一步检查。 或许还有手术机会,联系好后当天上午,李希姐由当地救护车,送到朱舟市中心医院。 通过各项检查发现,李希姐除了左侧骨颈骨折外,她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。 低蛋白血症,慢性肾功能不全,慢性主次性肺疑病,食寡裂孔善等疾病。 面对李希姐的病情,朱宝玉主任请来各相关科室专家,进行了一次全院大会证。 为她制定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。 多学科会诊经过医护人员严密的术前充分准备。 朱宝玉主任带领关节外科手术团队于6月19日,为李希姐顺利实施了骨骨头治患手术。 令人兴奋的是,术后第三天,李希姐就能借助不省气下床行走。 除为李希姐与朱宝玉主任合影,6月26日,是李希姐90大寿的好日子。 关节外科医护人员和其家人特,亦安排了一场暖心的病房生日宴会,为她庆生,祝她早日康复出院。 我本来都以为我这次要走了,是你们把我留下了。 李希姐动情地说,这是她过得最有意义的生日。 感谢关节外科医护人员对她不遗余力的帮助,感谢白衣天使们给了她第二次生命。 上周,李希姐终于康复出院了,临走时留下了一面鲜红的锦气。 中心祝愿我们可爱的李希姐能长命百岁,享受着美好人生,科普时间重视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。 老年人宽不骨折,初周是中心医院关节外科主人朱宝律介绍,有研究资料显示。 老年人宽不骨折,积极采取手术治疗的患者不到一半。 而很多老人因采取博手治疗,出现各种并发症而死亡。 保守治疗因为要长期卧床,出现肺部感染,血栓,压疮,泌尿器感染等并发症概率很高。 任何一种并发症的发生都很危及女人的生命。 所以,人们将高龄患者的宽不骨折当作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骨折。 随着医学的发展,老龄化越来越严重。 而老年宽不骨折患者,近年来也明显增多。 珠洲市中心医院关节外科团队迎难而上,不断加强老年患者多系统基础疾病诊断治疗的培训学习,并组成不同的医疗小组。 联合珠洲市中心医院强大的多学科综合实力,与患者及家属通力合作,将数前评估。 手处方案的选择,手处和患者的功能康复等离手术期的管理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,让老人们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不再骨折。 如何预防老人的最后一次骨折? 预防骨折除了日常活动有格外小心外,最重要的是预防治疏总,特别强调落实三级预防,一一级预防助以合理膳食营养,多食用涵盖。 领高的食品,如鱼、姜、牛奶、乳制品、鸡蛋、豆莓、杂粮、玉叶、蔬菜等,坚持体育锻炼,多接受日光玉不吸烟,不饮酒,少喝咖啡、浓茶及含碳酸液料,少吃糖及食盐。 动物蛋白也不宜过多,二二级预防老年人鹰,每年进行一次骨折度检查,会快速骨量减少的人群,应及早采取防治对策。 同时,建议老年人按医嘱,坚持长期预防性骨盖,以安全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所。 三三级预防对退行性骨质疏纵症患者应积极进行抑制骨吸收,处进骨形成的药物治疗,还应加强防衰、防颠等措施。 对于老年骨折患者尽量避免博手治疗,应积极手术治疗,做到早期活动,早期康复介入等。 小编语录俗话说家有一好,卢有一宝。 作为子女,繁忙的工作之余,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父母健康状况。 每年带她们去医院做一到两次的健康体检,及时发现问题,及时处理,以免发生严重后悔。 朱宝玉主任医师医学博士,现任朱州市中心医院关节外科主任,湖南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关节进学组委员,并学组委员,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关节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。 伟园,中国医师杂志通讯专委,曾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,德国博士,Joseph von der Krankenhaus, 小型外科技修学习,从事骨科工作二十多年,临床经验丰富,熟练开展人工翻关节,膝关节初次致幻术及翻修手术, 擅长关节静下微创手术治疗息,肩、肘、踩等关节急缓,在国内医学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片, 曾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,市集科技进步奖多项,坐枕时间,周一、周五下午微训, 事业发展科王嘉明校对,事业发展科送起。